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來 風濕骨痛很辛苦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 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這麼好的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 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 現在又是自然療法與你的時間 歡迎你收聽 我是Tina 你今集的主持 和我身邊的嘉賓主持 袁醫生 袁醫生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們今天討論同類療法 醫生要知道什麼 為何要同類療法 袁醫生早前討論過一個問題 袁醫生說 你第一次症要用五小時 你知道時間就是金錢 我們最近有個聽眾 有個反應給我們 五小時看一次症要幾千元 他就說 真的不太明白為何要這麼貴 他就說一般專科醫生 最多都是二三千元 如果是這麼貴 很多人無法控制 袁醫生你怎麼看 其實這個問題 也有很多人問 我們幾個星期之前 有機會講解一下 我看病的一般習慣 是怎樣的 我都說 在一些慢性病 比較複雜的慢性病 通常人們病了幾十年 也看過很多不同的醫療方法 用了很多十萬 都不行 在這種慢性病的處理的時間 我是很需要花很多時間精神 要很深切仔細了解 那個病人的狀況是什麼 當然一般人都習慣 醫生醫療病 你告訴醫生你是什麼病 醫生趕快給你一隻藥 治療病 一般醫療 就像在院時的對抗性西醫 其實做法一般都是這樣的 所以香港其實這個世界都是這樣的 很多時候西醫體診很快 香港平均大概七分鐘 基本上你來到之後 你什麼病 什麼名字 什麼病 接著已經寫了藥方 打法你離開 幾分鐘就完成了 但是為什麼 在同類療法裡面 我們需要這麼長的時間 是不是燈症 是不是 有一天會這樣想 原來就燈燈燈 是不是 還沒收貴一點 在我們的處理過程 第一 我們不能夠根據一個病的名字去配藥 在同類療法 我們是一種很仔細的 很精確的科學 一門這種醫療科學 我們是要知道 那個人是一個什麼人 我們醫療的那個人 是 還有他所患的問題 那個病 對他的個人怎樣影響 記住 就不是一個病名 你知道吧 就像一個小孩發燒也好 有些小孩發燒 燒得瘋瘋瘋瘋瘋 有些小孩發燒 就沒有什麼 還嘻嘻嘻嘻 胃口滋腰很好 有些小孩發燒 就敏鎮到死 有些小孩發燒 就瘋瘋瘋瘋瘋瘋 你可以看到 你說發燒 每一個人發燒 他這種表現的方法都不同 同學療法就說 我們醫病 就不是說一隻藥 或者幾隻藥 是醫治發燒的 其實我們是醫治那個人 你知道吧 這個世界上 這麼多億人口 當然不是很多億的 不同的發病行為 但始終 每個人的特異性是很不同的 我之前提及說 就是一些很長期的病患者 經過很多醫療方法都搞不定 我們就需要一個很仔細的方法 確實找到一個有效的療劑 我們需要很長的時間 我們在說 通常我現在的習慣 我差不多花了兩小時的時間 去文靜 去文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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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的經驗裏面 大部分病人 初期 雖然我們給了一張七葉子的文卷 七葉子的文卷 去先做好 但很多時候 他們回答 都是給我一些很表面的資料 因為他們不習慣 我要慢慢地引導他們 給一些很仔細的 很詳盡的 很特異性的資料 我目的呢 我要找一些很特異性的症狀 就不是一般的症狀 大部分病人初期 那小時都是講一些很一般的症狀 我差不多要很仔細地 一個一個來引導他們 給一些特異性的 古怪的 與眾不同的 是他有人地沒有的症狀 這個對我才有用的 好了 在我的經驗裏面 通常臨嘮咪的時候 真正的資料才會出現 真正的資料才會出現 我試過最近有一個案例 那個病人跟我談了一大論 我當時 我都未曾找到療劑 全部都是很表面的資料 他那個個人的特性 性格 其實他沒有透露 下次來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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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媳婦 陪他來 媳婦 媳婦 講很多關於他的性格方面的事情 那我才了解他的性格 因為很多人可能都覺得 跟他病沒有什麼關係 那我才開始找到療劑給他 所以你看到 有時候我不是說一次 一個小時兩個小時 其實可以拿足我需要的資料 那我跟大家分享過 我最近兩個月 我去到加拿大 找回我以前的一個老師 他是一個大師級的大師 他那些全部都是教的醫生 那他真的是一個很鑽研的學者 他竟然在我們的班裏面做示範 很多外來飛過去的看病人 他用的時間是五個小時 那我才發現 真真正正和療法要做得準確做得好 其實那個力量很大 但是當然了 不是所有的病人都需要用這麼長的時間 譬如有些病是一種很簡單的 譬如創傷、少少意外 或者跌倒、扭傷 被球撞到眼睛都黑了 那這些你所需要的資料 就是局限少很多的 那這種情況之下 通常半個小時到15分鐘 都可以找到一個適當的尿劑 所以我曾經所講過的情況 就是真正在講一些長期的病患者 你要真正上醫療 記住這些病人是用了很多錢 肯定不是那幾千元那麼簡單 用了很多十萬 在香港來講 你去醫院照一照PAC scan 過萬元 有什麼資料拿到給你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是需要用這樣的時間 這樣的精力去找到療劑 分別就是問題 很多人是看病去看醫生 可能有些醫生佳診很便宜 幾百元 但你經常如是者 每個星期、每個月去 其實十年之後 你的病都還沒好 加上那筆數 是完全是很昂貴的 一點也不便宜 如果是便宜的 西醫不會破產 香港醫療不會破產 全世界都破產 所以肯定 肯定的費用方面 其他醫療是更加貴的 簡單來說 一種醫療怎麼便宜也好 如果醫療不好 長遠來說一定會貴 能夠一次過治療得好你的 那你就會說 一次過治療得好你的 好像很誇張 會不會有些誇張 是否真的這麼厲害 在我們的同學療法經驗 很多時候 我們只需要一個準確的療劑 去啟動病人本身的康復能力 你的病人 什麼病也好 嚴重的病也好 性格的問題也好 情緒抑鬱也好 其實一啟動了 它便會好 即是說 與其你用一個方法 是舒緩的 或者抑制的方法 很長的時間裏 燈一下燈一下 燈到最後 你的身體只是越來越差 或者從來沒有真正好過 你不如用那種方法 是能夠準確地 啟動你身體的康復能力 從此就健康 這就是很大的不同的地方 這就是價值 這就是價值 我最近有個案例 剛剛發生的 有一個救病人 已經很久沒見了 介紹一個她的朋友 離體症 這個朋友 其實她是以前的前妻 從南美洲飛過來香港 探望她們 她便說 她知道這個 她便介紹 這是一個香港的好好的醫生 你們來看她 我花了兩個小時的時間 拿她的資料 因為我問她 她來香港是來一次的 她不會 北九初來 不會再回來 我是只有一次機會 我要醫好她 我是一次機會 我就用了兩個 近兩個小時的時間 就很詳盡地拿了她的資料 當然她有頭痛 從小時候 從幾歲就開始頭痛 現在幾十歲都在頭痛 加上很多情緒問題 很多生活壓力問題 可以看到她有很多疾病 這種頭痛 總之幾十年都未好過 我用了兩個兩小時的時間 然後 大家知道 這是一種很嚴重的面試 我做了之後 我的腦子都很累 腦子都瘴了 頭都很生氣 通常我拿了一招 我就留下一次 或者我拿回家才幫她收拾 我通常跟病人說 料就拿了 你給我一點時間 我需要電腦分析 我將你收拾的資料 我用電腦去分析 我再想一想 始終我現在 這些症很多 我時間力其實已經不夠用 沒多久她都等不及了 她在深圳玩一下 大陸玩一下 她說你回去吧 我快要走 我快要走 我快要睡前一點 幫她分析 我都用了兩個多小時 然後她在她面前 分析給她聽 我做了什麼 我要考慮什麼 其實我到當時 我都未找到一個很仔細的 我認為一定是對的 其實有兩種療劑 走出來 當然 其實兩種都對的 不過有先後的應用 如果我不是這麼詳細去拿這個資料 我看不到兩個療劑 我只能看到一個表面的一個 表面一個 如果我用了之後 可能對 可能不對 可能我次序用錯了 這樣就不對 那她就不會好 即是來香港 來看病 其實可能又白費了 她又是好像以前 幾十年來就整天病 好了 結果我就分析給你聽 在這個情況 因為我只有一次機會 我就給了兩個療劑 我教她怎麼用 過去 然後將來幾個月 你是如何醫治自己 我相信 任何情況 如果療劑是準確 精確 準確 的話 她就從此 她一生就改變 她一生就改變 好了 之後 她就 我們都收到 幾千元左右 五千多元 她覺得 我沒有預期這麼貴 當然她過去看醫生 都不是這樣的時間 的精力 那個朋友就不好意思 她說 真的不好意思 我朋友當時沒有什麼錢 她就想跟我談 到底可不可以幫她減肥呢 我解釋給她聽 這是我的做法 我認為 我寧願醫好病人 好過便宜 但一段時間 等了很久都醫不好 我問了 不要說病人不問了 我也問了 既然我已經知道 有一種同學療法 是這麼厲害的 是可以這麼準確 是可以這麼徹底醫好病 我一定會用的 就算你不 主要別人不欣賞 不做 那沒辦法 如果你能夠找到其他方法 能夠醫治你 沒問題 但我肯定 同學療法是唯一一個 真正可以根治病的方法 她來了之後 我談了一輪之後 她都覺得是應該的 她說算了算了 我朋友沒什麼錢的了 我幫她付 然後她就想用這個方法 幫她跟進 然後她就問我 Anyway 你看到 她就知道了那個價值 那個價值就是這樣 與其 你好像過去一般的方法 看了很久 結果都沒有好過 你不如是徹底 用一個我叫做 intensive 積極的方法 是把你的身體 找一個準確的療劑 一次過扭你回頭 這個價值 如果大家 就是了解 同學療法 那個特性是這樣 是有這樣的療效的時候 我相信不會有人 complain這個fee 那麼香港人 加上香港人 不是真的這麼窮 是不是 大部分人 當你病了這麼久的時候 你用的錢 一定肯定給這個 很多很多十倍的了 我再給一個簡單的例子 例如自閉症 自閉症 OK 在外國估計 今時今日 美國的加州 最近 都不是最近 幾年前的 156個10元 有一個自閉症 最近一直增加 好像五十幾個 有一位自閉症的小朋友 在他們估計 處理一個 照顧一個自閉症的10元 在美國 是三百多萬美元 一身 就是要處理它一身 如果有一種方法 我當你用了幾萬元 在一兩年裏面 將你的十元仔 自閉症的問題 是改善到八百九九 令它可以正常地上課 正常地生活 正常地照顧自己 那你估計那幾萬元的 醫療費用 值不值得呢 當然值了 但是一般人 就想不到 因為一般人的經驗 自閉症沒有得醫 不用搞了 是這樣的 做了很多其他的治療 當然很多治療 不是說沒有用 但是始終他的療效 是沒有跟他療法比 是沒有跟他療法 那麼深入 那麼徹底 好了 我最近有一個 真實的案例 有一個小朋友 他覺得他朋友有點擔心 覺得他有點遲鈍 他經常說他的花名叫蠢人 有這麼說的小朋友 我覺得 中國人有時候這樣說 就想著 你切一下切一下 他會自古生性 這件事 我就覺得 不應該這麼說 我問他小朋友的情況 我就開了一個療劑給他 是 結果他吃了大概五天左右 每天吃他兩次三次 只是糖粒仔 開了給他之後 那個沈溫仔 沒多久 就整個人變了 變得他家裡的親戚朋友 完全覺得他是另一個沈溫仔 這個沈溫仔 以前 你教他數學 你教他幾個小時 叫他加上最好的方法 來教他實物 給他看 叫他加一一 然後加到十 他都說你也不懂 也不知說什麼 他和他敘述自己的能力 是很弱的 譬如他遇到一件事 他跌倒或撞倒 你問他 怎麼發生什麼事 他講不到 他會帶你去現場實況 他再堪自己頭一次 就告訴你就是這樣發生 就是這樣的情況 你想想 作為一個家長 其實怎樣算好 是否將來要讓他去特殊學校 你當時是很擔心 很擔心 又擔心 又不知怎樣做 特殊學校 譬如你香港 沒有什麼叫特殊學校 覺得你去國際學校 國際學校很寬容 去澳洲國際學校 沒有所謂的 你聰明也是這樣做 不聰明又比你同一班 這個費用一定很貴 而且那個小朋友 是否因此和這些學校會好 其實大部份都不會好 好了 他吃了這些療劑之後 沒多久 變成一個聰明伶俐 好奇心爆棚 不斷地問你說話 不斷地觀察能力 強到驚人 簡直 給達力又好 進步了很多 簡直在一個月兩個月裡 變成了整個人 所有親戚都以為 他訂了10元仔 這麼厲害 你自己想想 同類療法 有這樣的能力 去改變一個人的 一個人的狀態 是改變一個人的一生 很多病人 寫了一些感激信 他們說 真的好像神顯快力幫我 將他整個一生的改變 我只是用同類療法 幾劑的療劑 我老師用的方法 他用的療劑是用一次的 一劑的 這個人就改變了 所以很少人很少人 是理解得到的 就算很多人做同類療法的病人 他簡直是不可思議 他簡直是不相信地球上 有二百三十年 五十年歷史的醫療工具 是有這樣的能力 簡直是不可思議 是很厲害 很多病人 醫治好之後 他都用很多其他原因解釋 生活情況改變了 我現在做多不同的事 我以前沒有這樣做 他用很多其他原因 因為太不可思議 太不可思議 所以這就是同類療法能夠做到的效果 我們正在講一個努力的努力 將你的問題徹底了解 徹底啟動它 你一啟動之後 你整個人自此一生就變了 我知道很多人去看同類療法醫生 這個地球上同類療法 是屬於第三大醫療的 在運動後 他們也去過好幾間診所 他醫生有時候 配一杯都很快 通常都是有所謂的 Junior doctor 就是沒有那麼驚艷的 就是幫他 take a case 問完資料 把重點勾出來 主診的主任醫生 立兩立就去了 我們也都觀察過 我們也在那些地方去學習過 但我始終覺得 他們療效的命進率 是不太高的 不可能很高的 那怎樣呢 始終要平衡經濟的能力 和治療的能力 很多時候醫生都是不敢 不敢用這樣的時間 這樣的努力去處理 寧願病人不好 就再來過 不好就再來過 過去我不是這樣做 我也有病人的 我醫了一兩年之後 都未曾徹底跟治 那為什麼他繼續來呢 因為他始終覺得 我們的方法沒有副作用 就算醫不好也好 不會傷到他 還有我們的療效 如果你配的藥 不是最準確的果劑 他會幫助少少少 可以舒緩到你 但未必能夠跟治到 那同樣的療法 在他的本 《Organon of Medicine》 醫療典範 醫療的主要目的是 醫治病人 幫助病人 治療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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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層次 就是快速、溫和、持久性的 治療病人 治療病人 我認識這麼多種醫療 是真的能夠做到這個目的 是可以快捷、溫柔和持久性的 可惜跟治療病人 是易學難症的 雖然地球上 例如在印度的國家 有很多跟治療病人 有很多醫院的學校 一百幾十間 但真真正正要做得很厲害的 是不少的 就像歐洲今時今日也好 做得好的同學療法醫生 是很少的 但始終看你醫療的層面 你普通一般的 家庭的普通病 有很多自己的家人 或者媽媽、爸爸 家人都可以掌握到 我妹妹在澳洲 招大兩個女兒 她從來沒有看妻醫的 她拿著一本同學療法的書 這本書我們診所都有賣的 我過去在我們的開班裡 我都介紹過一本簡單的書 就叫做 《Perfect Medicine at Home》 同學療法幾百年來 一直都有這種習慣 有些醫生就會 教授一些簡單的課程 給家庭主婦、家人 家庭主婦、家人 可以照顧自己的簡單問題 其實如果我們平時處理病的方法 是值得避免一些所謂抑制性的藥物去搞的身體 其實很多病 當它初發的時候 是不難處理的 如果一般人 肯用一些時間 好好地去研究一下 其實大部分時間 急性病都是很容易處理得到的 即是不難 我們都不能夠說很容易 但很多急性病 身體自己去治療 你不要太緊張 不要強勁 你必須要按摩它的症狀 令到這些急性病 慢慢變成慢性病 這樣才會變得很難 如果我們一向都是用一個正確的方法 和療法的方法 去處理所有初發的病 其實我們根本就不會有這麼多慢性病 我們根本就不需要我們這麼辛苦 用五個小時的時間 去看一個症狀 這件事我可以跟大家慢慢去分享 是的 袁醫生在說的 為什麼要五個小時 其實是在看慢性病 你說為什麼要這麼貴 但是慢性病就是 如果找到療劑 它只是短短的時間 就可以幫你跟治到病 那個價值就是 整個人可以脫胎換骨 當你看到這個價值 你還會不會覺得 同類療法貴 大家要想一想 其實我也想問一下袁醫生 其實找到一種療劑 其實是很重要的 究竟醫生怎樣才可以 找到一個有效的療劑 有一本書 這本書已經很久歷史了 我過去 我的病人 我在加拿大 一般人都英文程度比較普及到 我通常就叫他 建議先看那本書 那本書的名字叫 What the doctor needs to know in order to make a successful prescription 這本書是一本古書 這本書裡 然後你就再回答我們的表的問題 再做我們會診的時候 你會心理有個準備 我們是在說什麼 其實我剛才所說 如果一個病人跟我說 醫生 我有頭痛 或者背痛 或者皮膚有診 或者咳 你有什麼療劑 這些資料對我來說 是不足夠 沒有辦法令到一個同學療法醫生 可以找到療劑 因為這些症狀 可以這樣說 有幾百種療劑 都成功地治療 但是每一次他治療的這種症狀 原因 就不是因為他治療頭痛 他只不過治療那個人 那個人有頭痛 所以頭痛是一個很普遍的症狀 肯定很多人 不同種的人 不同性格的人 不同體質的人 不同元靈的人 都有這些症狀 但是因為他不同的性格 不同的體質 我們用的療劑是會不同的 所以這些普遍性的症狀 我們通常用電腦的指定 一查 有一成幾百種療劑 所以根本是沒有可能 根據這些表面資料 我們就可以找到療劑 我們找到療劑 每個個案 我們都要個別化 這個個案 這個個案 這個頭痛 是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有什麼特異性的地方 不是一個普遍性的地方 是最重要 有什麼古怪的特別的症狀 特別疊出 古怪這些症狀 而這個頭痛的症狀 是跟其他人的頭痛症狀 是有別之處 有別之處 這個資料 就會令到我們 找到一個特別的療劑 去處理這個人的特別頭痛 所以我們在整個過程中 我們要問的事情 可以這樣說 真是很視乎 我們能否拿到這些資料 通常如果你問一個問題 如果答案是是與不是 基本上這個答案是完全沒有用的 你一定要說出 在那個情況之下 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我給一個簡單的例子 譬如你說我耳朵痛 我們要問一下 那種痛是怎樣痛呢 那種痛是有什麼痛的地方呢 是怎樣的痛法呢 是否一種尖銳的痛呢 或是一個脹的痛呢 還有是否一種燒的痛呢 或者一種刺的痛呢 我其實要知道那個痛 還有你是說是哪個部位 你是覺得是耳朵的深處呢 或者耳道呢 或者中耳呢 或者外耳呢 我們要很了解 是知道了它那個 那個痛有沒有特異的地方 部位 有什麼特別的部位的地方 還有呢 有什麼情況之下呢 你的痛就會舒服一點的 譬如有些人說 我耳朵很痛 但是如果我拿手去 去嗨一下它呢 一嗨就痛了 不可以碰的 或者有些人是剛剛相反的 我耳朵痛得很厲害 但是如果我拿手大力去按它 它就會舒服一點的 是 有些人的耳朵痛呢 就不可以用凍風吹的 有一點點吹一吹它 它就耳朵又會痛了 有些人耳朵痛呢 覺得呢 它說我很想喝水的 那喝什麼水呢 它說我很想喝冷水的 那這種情況又不同 如果耳朵痛的部位 譬如左邊和右邊 也有一點點不同 那當你一看到呢 就算講一個痛症來講 其實耳朵痛呢 其實我們所需要的 仔細的資料 是要很詳盡的 譬如有些人說 我有很多分泌物 分泌物呢 通常可能有些傷口 可能有些倉戒 可能有些自漏的症狀 有時候是眼、鼻、耳、口 可能陰部、肺、皮膚 我們需要知道 那個量是多少 還有時間是哪一段時間會出現 還有在什麼情況之下 這種情況會出現 那什麼情況之下呢 要考慮一下 有時候呢 他可能呢 他可能呢 他在洗了涼之後 他發現皮膚的診 是特別嚴重的 那有些人呢 可能呢 出皮膚的那個分泌 可能呢 就是有味道的 有濃味的 那所以你要知道呢 他的性質 是不是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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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有些好像條狀的 或者是不是一塊塊的 一塊塊的 是不是好像啫喱狀呢 或者是雞蛋白的狀呢 或者是竹狀呢 或者是水狀呢 這些都是我要了解分泌的 好 看起來呢 他表面 他看起來怎麼樣呢 看看有什麼顏色 是不是 還有時間 情況 他出現的 會有 會有差異的 好 還有看看有沒有 味道 如果你有氣味的 那這種氣味呢 就好似什麼氣味呢 還有呢 會不會變的呢 氣味會不會有 因時間 因那個環境而改變的呢 這樣 好了 那這些分泌會不會流出來呢 是令到你流過的地方 如果有些人覺得很瘋呢 譬如有些流鼻水 那有些流了鼻水之後 整個鼻子都紅了 那就是他瘋的 是不是 那有些鼻水是清鼻涕呢 其實是不瘋的 那 就是要了解這一種的分泌 好了 那這種分泌呢 影不影響你的情緒呢 影不影響你的感受呢 還有呢 他分泌的時間是多長呢 還有這個分泌呢 是會不會突然之間來 突然之間去的呢 還有有個時間 和那個不同的環境的 那麼好了 那如果他分泌了之後呢 他流下來呢 是不是很黏的呢 你手摸下去黏黏的呢 還是會結膠的呢 是吧 那就是很多很多這方面呢 我們都要很詳細去了解的 那有些人有頭部的問題 那一樣呢 是怎樣痛呢 是不是一塊東西頂住呢 是不是有皮膚的影響呢 那還有呢 那頭部的皮膚 那個頭髮是不是很乾呢 還是一個很濕潤的皮膚呢 那頭部的髮筋有沒有開叉呢 那頭髮是不是很容易黏在一起呢 還有呢 頭髮會不會呢 就是很快地脫得很厲害呢 那或者他脫的時候呢 是不是有沒有頭皮脫髮呢 或是一堆堆脫的呢 或是普遍性的稀稀地脫呢 那你能看到呢 其實每一個症狀呢 我都要知道這麼詳細的 譬如暈 好了 那你暈要知道呢 在什麼位置暈呢 就是你身體什麼情況之下暈呢 在什麼動作之下呢 有些什麼的因素呢 是可以引發到暈呢 你暈的時候呢 你會覺得會跌 跌去哪個方向呢 跌前跌後跌左跌右呢 是不是 那你暈的時候呢 你的視力有沒有影響呢 有些人暈的時候呢 有些人暈的時候呢 視力有些顏色出現 是 有些人暈的時候呢 可能呢 就是眼黑的 就是很多人都有這種情況 那好了 如果你暈的時候呢 會不會覺得有人搖搖擺擺呢 你是前後這樣擺呢 或是一個圓圈這樣擺呢 那你暈的時候呢 會不會直接跌下來呢 跌的程度速度幾快呢 慢慢跌跌呢 就蹦跌跌呢 那起床的時候有什麼感覺呢 那有些人暈呢 他感覺自己好像 腳好像在走棉花那種感覺 那就是變成了你看到呢 就算暈也好呢 其實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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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的 那你看一下 我們身體這麼多部分 在作為一個同學療法的 case taking 裡面呢 其實我們每一個身體的 薄過部分呢 我都要詳盡去問的 是 那所以你看到呢 就是為什麼呢 我們需要的時間呢 是這麼詳盡 那好彩啦 今時今日呢 我們有電腦 是不是 那這些資料呢 我二十幾年前 我開始學的時候呢 我們沒有電腦的program 幫我們手的 我差不多是手寫的 這個症狀 有哪幾隻療劑 那我就寫寫寫寫寫的 有六隻療劑 十隻療劑 有一個表格 幫我們做這個東西 那另外一個症狀 有什麼療劑 我又填填填填填填填 那你可以看到呢 以前做的呢 簡直是 好像現在這麼詳細做的 是幾天的時間的 是不能做得到的 所以很多医生用了特异性主要的症状 他尽量去找,找到就靠这些症状去配药 但另一种正确的方法,我叫Totality of Symptoms 即是完整性,福尔摩斯每一块石,每一个树皮,每一块叶 你都要去招勻去看,这种叫做整体性 幸好今时今日,因为有电脑的帮助 我们可以尽情发挥,用这种整体性分析的方法 找一个有效的同类疗法的疗剂 希望大家都理解到,同类疗法不是说 治疗你表面的病症,不是说头痛就给你一只瘤 而是你听到袁医生说,这么仔细,这么全面去理解一个病 甚至乎他不是治疗病,他本来是治疗病人 治疗人,治疗人,治疗整体,人的整体 所以这就是和他治疗法很宝贵的地方 亦是为何他可以做到全面根治的效果 所以是很能力 所以甘地曾经说过,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所有医疗当中 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 或者我们休息一会儿,休息一会儿 我们稍后回来继续探讨 好,OK GALTHSHOP.COM.HK 《自然疗法与你》这个节目 是由大康自然健康中心赞助 好,我们又回来继续《自然疗法与你》 其实同类疗法是世界上第三大医疗方法 其实世界各地很多人都在用同类疗法 余医生,我想问一下,同类疗法是有什么病 对有什么病是特别有效的? 根据伦敦有同类疗法协会出版,在1999年 叫做Homeopathy in Primary Care 它有一个统查 它发现,同类疗法对有些特别的问题是特别有利点的 比如第一,你有些不舒服 但是你检查身体又找不到什么病 起码没有病名,没有一个诊断 或者肝炎,有肝炎,有肝炎,有肝炎 你总是觉得人有些不妥 但是检查又找不到什么东西 这种所谓我们叫做功能性的病 其实大部分人,70%的人 患的病都是属于功能性的病 到病理性的病,那时候比较后期一些 这种情况之下,同类疗法很适合用 因为同类疗法,记住,不是根据病名去医 所以有种情况,有种不适 或者有些问题,你都不知道什么 你没有病名,同类疗法就适合了 因为同类疗法完全不需要知道什么病 而成功地医治 当然有些慢性病 尤其是一些未曾被其他医疗搞过 因为始终其他医疗的很多慢性病 在吃药的时候 都是比较上病症会被掩盖 在处理方面 所以为什么要用这么多时间 两个小时去做个案子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要找一下 他未吃药之前的病症 就不要吃药之后的病症 因为吃药之后的病症 不是他本身的病症 只是药物干扰之后的病症 所以就不是那么准确 所以我们希望,如果有些人有慢性病 就没有被其他医疗害 即使你有高血压 始终用西药 一半的人都能用西药 有些人也不可以按 但西药对一半的人是没有效的 即使对症下药 对病下药也没有效果 那种情况之后 慢性病當然是非常好的 或者有些人对西药有不良反应 有些有禁忌,譬如怀孕期间 当然糖尿化的药肯定不会有这些化学食的副作用 所以这个情况之下也非常适合用糖尿化 起码不会伤害婴儿 有些人可能进行其他的治疗有很多副作用 那怎么办呢? 他又不能再用西药去对付副作用 他就会考虑可否用这些糖尿化来处理副作用 譬如有些人做了全身麻醉 接着人就是温温顿顿 他有很多副作用 整个脑筋坏都很坏 那我就去处理副作用 譬如有些人做脊椎检查 注射一些液体在脊椎脊椎内 接着就是严重性的头痛 那怎么办呢? 这就是传统治疗的手法副作用 那时候我就用糖尿化去解救他 或者对一些急性病 就是重复性病 不知为什么 不断地出现 譬如小孩流鼻血 有些小孩每天都流 那怎么办呢? 那我记得我有个朋友 他也是我的同学 那我大家在脊椎神经科读书的时候 他有一次就招呼我一个 一个同学疗法的教授 是他记住的 因为他全家都是医生 全部都是不同的西医 自然疗法医生 那他就招呼那个朋友 那个同学疗法教授 他说他自己 他自己原来 每天都流鼻血 很大 每天都流鼻血 那那个教授 就问多他一些 就是很快的 这些案子很简单 就是看样子 你知道他什么型的 那他给了尿剂给他吃 他吃了之后 他一言都没有再流鼻血 即时生效 所以这些是反复性 你怎么办呢? 那天天按鼻歌? 天天加冰? 是吧? 直指血量 你根本都不知道怎么处理 很烦的 很烦 那这些症状我处理了很多 心肺子无端的 整天流鼻血 你说空气干错 那香港的空气足够潮湿 是吧? 他的眼睛是有这样的倾向性 那这种情况之下 就是反复性的急性病 是很好的方法 根据这个调查 动物疗法对以下的问题 特别有效 心理的病 可能都需要压外的心理辅导 心理病包括焦虑 抑鬱 你知道香港抑鬱的人很多 你知道很多人吃了这些药 或者焦虑的药 很多副作用会产生自杀 你见到很多时候 有些人有抑鬱跟着自杀 其实很多时候 这些是西药的副作用 令到他自杀 抑鬱心理受到 经前症候群的影响 或者恐慌 丧親之痛 或者惊怕 或者恐惧 我有个个案 这个案是很有趣的 这个案是 他经常有个症状 就是子宫抽痛 整天无端子宫抽痛 他的症状 就是原来他小时候 家庭很不愉快 他有很多争执 他和他弟弟 经常在这种恐惧的环境成长 那我结果 这个案是以前 我看了一两年 都未跟着到的 即使用疗剂好些 但是跟着又没有效 那结果我重复再检讨的案 其实仔细一点 就很肯定 他的症状 是他小时候的恐慌 恐惧的环境 的惊吓造致的 那我就给了一个疗剂 是对付这些惊吓恐慌的 前提的起因 那一吃了之后 他就问题就没有了 即时没有了 跟着都没有了 好了 那个施益过度 我记得我有个案例 这个病人就是没有心情做事 睡又睡不到 又失眠 工作上已经处理不了 那原来问得来 原来他有个好朋友过身 是一个原因而已 那我说 为什么这个朋友过身 对你这么大的打击 原来这个朋友对他很好 经常过了给他的 这个朋友要说的名字 全香港人都知道 过了给他的 那他觉得是一个因人 那他过了身之后 他就很思念他 那我给了一个疗剂 是对付这些思念的情怀的 那一给了之后 他就一声就好了 好了 或者强迫性的行为 你知道强迫性的行为 有些人洗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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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手都烂了 其实很难医治的 我认识强迫性行为的病人 全世界去找精神科医生 都没有人医治的 那精神难医集中 或者创伤的后遗症 我记得有个案例 几年前 这个人是很惊慌的 他不知道是个大人 他突然之间很惊慌 整天都很惊慌 那我问他 为什么会开始 怎么开始呢 他说他有一次 好像在巴基斯坦 去探亲的时候 遇到地震 他被埋藏了几个小时 自此之后 他就出现了这种创伤后遗症 这个阵型很明显 是一个震撼 一个震撼 我用适当的疗势 给他之后 他就立刻康復了 我遇到有些 就好像被鬼上身 什么都试过 说鬼 宗教仪式 什么都搞定了 没有一个搞定 结果我用同的疗法 就帮他清除了 喪失的记忆 我有个个案子 很有趣的 这个病人 有一次在洗澡房 洗澡小身 跌一跌身 撞一撞 接着他就全部失去记忆 爸爸是谁都记不住 结果我用同的疗法 的疗势 是处理因为头部撞击 喪失记忆 我想他当时看过精神科医生 又回不了学 很困扰的 家人怎么算好呢 又不敢离开他 经常看着他 结果用同的疗法疗势 把疗法疗势解了之后 就好了 这些症 譬如有些 现在很多香港的症状 那些小孩 是自我班跪的症 不敢出街 不敢上学 我几年前有一个 这样的案子 又在看精神科医生 又不敢吃东西 结果我用同的疗法 是了解他的症状 之后 我给了疗势 很快几个月之后 他就回学 刚刚大学毕业了 他整个年纪 不能回学的人 好了 很多这方面 和心理因素有关的病 譬如扁头痛 阳瘟 慢性头痛 失眠 消化不良 综合症 结肠炎 抢耳激 和抢耳激 综合症 也就是 很多人都是 一紧张就要急便 一紧张就急便 那怎么办 经常用消炎药吗 经常用铝固醇吗 都不行 很多这样的病 其实 在医学上 鼻膝是很难医的 消化不良 怎么医呢 当然 他可以用消化酵素 这些情况 和疗法很好 好了 荷尔蒙不平衡 经前症候群 念珠菌 你念珠菌 很多时候 因为吃的抗生素 吃得多 就出现念珠菌 接着就是抗生素 或者荷尔蒙药 鼻孕症炎 导致念珠菌 那怎么办 再念珠菌 又有些西洋去搞它 这些就是 荷尔蒙不平衡 越经失调的后遗症 经痛 前夜线真身肥大 我记得我有个案例 这个病人 老人家 很明显 前夜线长大 他直接就是 那个 那个 尿是塞禁的 不是 所谓 它拔不出 结果就要 主持道管插进去 但是问题 你插到差不多 你拔出来 它又会濕禁 那当时 他就要考虑 他直接用手术 将道管插进去 之前 他就离我 处理这个问题 我用同学疗法 这个之后 他跟着道管拔了之后 以后都没有问题 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这些 很多很多 很有趣的二难习症 根延期的不适 你知道根延期的不适 有些潮义 潮义到发癲 那怎么办 我用同学疗法搞定 印神的问题 嘔吐 是吧 孕婦嘔吐 你用西藥去按他 你也不敢 有些孕婦 就整天嘔吐 嘔吐 我处理过 有个孕婦 就整天嘔吐 流血 就是那些 出血都很厉害 西藥的做法 就是睡床 睡床 睡这几个月 但我用同学疗法 主理了之后 他就照样上班 照样做事 分娩 产前 产后的问题 乳腺炎 母乳不足 母乳不足 我都不知道西藥有什么 这些情况很好的 产后抑鬱症 分娩受伤 伤口 当然 你逢了之后 可能经常是伤口烂 或者不逢合 这些全部都是同学疗法的经验 非常非常之好的 其他的线体发炎 多发性的眼化 multiplical sclerosis 还有慢性疲劳综合症 chronic fatigue syndrome 这些都不知道是什么因素 现在市面有很多这类的书籍 企图解释慢性疲劳综合症 这些病 或者周身冤痛这些病 这些病实际是束手无插 通常到头来 就说你的心理作用 很多时候就这样打发病人 其他病例如有些令人 人生厌悦的慢性病 经常性复发的病 导致经常要用抗生素 类固醇这些药物 比如什么呢 濕疹 烤喘 这些病 经常要用抗生素 类固醇抗生素的药物 抗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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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血 经常是消瘦 甚至死亡的 空治斯是可致命的病 痛风 痛风虽然有西药感 但痛风的西药是痛的尿泊药 只不过用物质成分 我看到很多痛风的人 就算长期吃西药都好 慢慢的手指都变形 手指变形 很肉酸 尿道感染 尿道感染很头痛 怎么算好呢 抗生素 吃多尿道感染越严重 或引起咽诸菌 常常的尿道感染, 出血, 这些东西和尿法非常相优 慢性皮肤炎, 娄皮痴, 过敏, 花粉症, 沉麻疹, 亥犯, 有些人是长期封烂的 你吃Antihistamine, 你吃了一轮之后, 你知道了, 吃了这样的抗敏药, 人们是温温等等 儿童呼吸性感染, 一般伤风感冒, 或者长期性的气管敏感, 中耳炎, Middle ear infection 这些都是非常有效的 或者因为最近的工作, 或者运动受伤, 比如重复性的逻损, Repetitive stress injury 有些人现在西医遇到这些问题, 基本上病人就转工了, 根本没得医 repetitive stress injury, 运动创伤, 或者网球手, Tennis elbow 或者有些情况之下, 病人有些长期的病患, 传统医疗手法一直加剂量 加剂量, 副作用比病人大, 所以不能够加, 那怎样呢? 就死硬了, 这些情况我们遇到, 譬如白羊吊, 白羊吊也是的 根本不是那么有效的 加剂量, 越加越重, 越加越重 骨质性的关节源 你知道, 用到后来换了关节 多发性的硬化症, 通常都是铝固数 铝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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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铝固数 这些是根据1999年, 伦敦一位同类疗法刊物的出品 他综合调查, 同类疗法在现代对这些病, 很多人都用这些方法 但其实, 同类疗法, 根据, 正如你所说的, 印度国父坚地 是全世界所认识的医疗中, 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 但是, 同类疗法, 真真正正的疗效, 可以这么说 就像我这位, 在加拿大这位大师说 他说这些病是否医治, 他会问这个病是否在呼吸气 即是呼吸气就可以了 好, 厉害, 同类疗法的医疗范围 真的非常之广 不同的问题, 其实都可以很有效 其实, 很多时候, 同类疗法 可能会有一个问题, 用一用, 不知道自己去了哪裏 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很紧 我们怎样才可以知道自己是真的很紧 还是其实是没有效的, 怎样才知道这个情况 很明显, 为何会问这个问题呢 一般的医疗里面, 大部分都不会有这个问题 例如你流鼻血, 那你不流鼻血, 很明显 如果以前经常经常经痛, 经痛停止多, 那就好了 但同类疗法, 因为医治很多慢性病 很多情绪性的病 有些病人过来说, 我真的不知道怎样 我没有什么心机做人 我没有什么兴趣, 累到死 即是no pet 做人没有人, 那你怎样去医呢 我真的不明白, 因为西医怎样处理这些问题 怎样处理这些问题, 就吃兴奋剂吗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是处理很多这些慢性病 我刚才所说的那个小朋友的案子 那案子就很幸运, 很明显 每个家人认识她的亲戚都说她是另一个审人 几个月内就变了 几个月之后, 整个人都聪明了, 精灵了, 好奇, 问东西, 不断地问东西, 不断地观察 有一个切成傻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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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几天的尿剂, 都不够十次的尿剂, 糖粒地吃几次 好了, 一般的情况下, 你怎样知道自己好呢 很多人都说不出的, 你要仔细问她 我最近有个病人, 一个月后复诊 我问她, 有没有好到啊? 有, 有些地方好了 有些地方就不太知道, 她忘记了 幸好, 我的病人都写了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症状, 第五症状, 第六症状 接着我一个症状问回之后, 全部都好了 第一次问她, 她说, 是不是? 好像好些啊 她不是很肯定的 结果, 每一个症状都好了 因为很多症状, 人们已经很耐历史 有时候是好下不好下, 知道吗? 她有时候都习惯了, 知道吗? 她习惯了, 她经常有这个症状 她觉得, 不以为然, 我也是这样, 是不是? 可以说, Live with the problem 突然之间, 没有了, 她经常都想不到 一般的情况, 我怎知道自己好了 有些人会这样说, 你的感觉好了 You feel better, Generally, 你 feel better 你好像以前那样, 这种感觉 我重复以前那种感觉 什么原因都好, 你的灵魂已经回来了 变得更有信心 很多时候, 你会发现, 我不需要很努力 她能够有效地处理到生活的压力 是 以前她可能要挣扎 她觉得, 很多人都很顺利 她觉得, 没什么 很多人不知是, 可能是乏力不乏力 很顺利 还有, 更加有精力 Energy 是一个很好的指标 如果你的精力充沛, 肯定你的人是健康提升了 还有些人会不自觉地改变自己的生活 以前有些坏习惯 她是改不掉的, 她明知是不好的 但她只是没有动机去改变 尿劑影响之下, 她不自觉地改变 她经常说, 我好了 因为我没有再做这些事情了 但她以前为什么不做呢? 她不了解到 因为以前她想做, 她身体都没有能力去做 在尿劑改变之下, 才能够做得到 还有, 她感觉根据创造性 creativity 高了 这种情况叫做好转反应 即是说, 在治疗初期 你会突然之间的旧症状是加强的 接着你才会彻底好 很多时候我会发现 审婚仔在处理过程中 她突然之间发高烧 家长觉得, 哇, 怎么搞的? 她也不多发烧 审婚仔突然之间发高烧 她们很害怕 但如果你等久一点 她高烧过后 那些人就是所谓醒目了 开窍了, 增高了 吃肉又高了 这些我们叫做好转反应 症状在表面短暂 一两天里面 是痛了, 发炎胀了, 肿了, 肿了 然后慢慢继续康 有时候, 救病复发了 尤其是, 它复发的程序 它是跟以前相反的 譬如简单来说 你初初很可能有濕疹 那你就用一些药膏和铝固醇去按摩 然后慢慢变成中耳炎 然后用康伸套去按摩 然后慢慢演变成烤喘 好了, 你来的时候 你治愈它烤喘 因为其他症状已经按摩了 在治疗过程里面 其他症状回来了 中医炎回来了 皮肤濕疹回来了 但是它烤喘就好了 在这种情况之后 救病复发 和发病的程序 跟以前是相反的 先来后去 你先来是皮肤病 后来的是濕疹 例如烤喘 好好的时候 你就是敲喘 后来的就先走 早来的就后走 有时候你会发现 一连串的梦境 不能够解释 但感觉很好 是正面的 亦都是一种治愈的指示 就是发的好梦 通常的程序就是这样的 精神感觉好的 身体就懂得排毒 排毒的过程里面 身体的症状 好像觉得暂时是差了 有些人 腸胃问题很严重 吃了之后 人们觉得 我精神好了 我睡得好了 但是为什么呢 我磨得很厉害 或者皮肤突然爆了一段 爆得很厉害 这样的情况之下 身体是有能力 将体内的毒素排出 所以表面的身体症状 可能暂时会严重 如果你遇到这些情况 你会知道 其实你是真真正正的症状 当然 除了你的症状 譬如你以前 关节痛到死 吃了之后 关节没有那么痛 没有那么肿 动得好些 这是很明显 但很多在精神状态 心理状态 听众在今个星期一 就给了电邮袁医生 他其实也是今个星期 才开始听自然疗法御理 对我们说的事 也很有信心 他也是深信另类医疗 他的问题 其实不是他 是他八十多岁的妈妈 在上星期六 8月6日 中了蜂祸 进了屯门医院 医生就证实了 他左边腦有少量出血的情况 但是范围很大 他右边的手脚都不能移动 而且说话不清楚 其实之前两个星期 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 已经进了医院 接受观察 本来以为他上星期会痊愈 而且不发现他上星期有什么脑出血的问题 上星期只说话不清晰 而且有些不太认得亲人 而且手脚都不太协调 他现在的情况 他在医院 即慢慢在医院 他现在要想下一步如何做 他现在眼前好像有两个选择 一是去慢慢留院 继续吃药 但他可能会更严重 甚至会昏迷 第二个选择就是要开刀 做手术 但他又觉得风险很大 这位听众就想问余医生 除了这两个方法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方法呢 因为他本人就是知道 中风可以预防中风 但中了风之后 有什么治疗方法 我们可以做的呢 余医生你怎么看呢 其实大家应该都了解到 世界上有这么多种的医疗 有中医 有西方的草药 有印度的医疗 有同的疗法 肯定医中风 当然很多医疗过去都有经验 成功医治疗 但为什么会遇到这些情况之下 很多人都面对 吃西药 还有开刀 有什么其他方法呢 其实肯定有的 但只不过为什么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呢 我们跟大家说过很多次 香港和很多西方国家 都是受西医的垄断之下 有很多的恶法 这种法例 其中一条 叫做不良医药广告条例 这条不良医药广告条例 基本禁止所有其他的 所谓的广告 或者宣传 就说有什么工具 或者服务 可以医中风这类的病 所以基本上 那些人都不知道 其实当然有很多方法 但是很可惜 香港这个法律 令到很多人得不到 这个准确的资讯 那我们过去都曾经 在网上 或者不同的文章 我都提及了 中风是第三大杀手 可以这么说 癌症和心脏病 是第一第二 其实在美国 真正的第一大杀手 是西药 不是癌症 不是中风 是西药 西医的方法 但是如果你不幸中风 那男性就康复 比男性更慢 比女性更慢 死亡率更高 那当然 救治中风的关键 就要及时 越早越好 遲了就始终 那个伤残的程度 会多很多 那一同座 是比较难医根治的 那所以呢 中风的重要性 就要趕快去做 那我过去 我也提及 在同学疗法 有个疗剂 叫三金车 Arnica Montana 200C 这是一个家庭常用的疗剂 我以前在加拿大 我的车牌 都叫Arnica 我最近在香港 我也看到 有个人 用了这个名字 做车牌 这人也认识同疗疗法 认识同疗疗法的药 人都知道Arnica 是急救药 对皮肤出血 就是皮下出血 撞瘦 我过去跟大家都说 如果家里应该有很多家庭常用的急救同疗疗剂 Arnica肯定是其中一种 遇到家人 如果发觉有中风的情况 当然第一件事 要先用Arnica 这是首选的疗剂 但是在我们的过去250年的同疗法经验里面 包括在印度很多医院里面的处理 其实同疗法医中风的药是很多的 起码在我其中一个电脑的资料库 那里面有123个疗剂 也有123个疗剂 也有医治到的中风 也有123个疗剂 也有123个疗剂 好了 接着要考虑 譬如中风的情况 是否刚刚发生的 或刚刚开始 如果刚刚开始 很明显 那里面有21个疗剂 就算我面前有一个人中风 那有什么疗剂 那我要考虑21个疗剂 其中Arnica是显著的 Coffee和咖啡也显著的 Opium的鸦片也显著的 但当然我们讲Opium鸦片 不是物质的鸦片 这些物质的鸦片 当然香港来说是犯法的 但我们讲的鸦片 是同类疗剂的鸦片 是没有物质的 所以就算你 你被卫生署说 你有鸦片 那你叫它去掩 它是不能够任何东西的 所以它真的没有办法搞我们 因为这种医疗的层面 是不同物质的层面 就算你说 某种毒药或者禁药 其实是说一个讯息 不是说物质的 所以你走去掩 它是不能够任何东西 是一个讯息 譬如因为中风之后 出现的病症 有效违症 我有七个疗剂要考虑 因为中风发生在一些 过去喝酒 喝得很严重的 那些预酒的人 有两个疗剂可以考虑 如果中风发生在婴儿 婴儿中风 我说真的来说 我都没见过 但是在过去的经验 有婴儿都会中风 有两个疗剂考虑 因为冲血性的中风 有六个疗剂 因为情绪抑鬱 悲哀而中风 有一个疗剂考虑 因为中风之后 整个情绪精神状态改变了 有多些精神的症状出现 有八个疗剂可以考虑 因为很紧张的人出现中风 有二十一个疗剂 因为中风而导致癱瘩 有二十一个疗剂 当然我要考虑 左、右、上之、下之 中风之后 有什么情绪的症状改变 有二十一个疗剂处理 中风那时候 也很容易出汗 中风的病人很大汗 有十三个疗剂 中风之后 半边痰瘩了 半边痰瘩了 刚才我说的是痰瘩 现在我说半边痰瘩 有十六个疗剂 中风的过程里面 脈搏跳得很古怪 有一个疗剂 中风导致它 炎与障碍出现障碍 有八个疗剂 也可能疑似中风 好像有一种中风的感觉出现了之后 或者中风之后 整个人都虚弱了 有三个疗剂 大家也知道 就算说中风 我们起码要考虑 对我刚才所说的症状 由里面 配搭一个最贴切 最相似的疗剂 疗剂 疗剂很惊人 当然中风除了疗剂的治疗 香港很多人都懂得用物理治疗 用针灸等等 我前一段时间看了一本书 是一位精神科医生寫的 这个作者就是 那本书是说 其实我们身体的脑的康复能力是很惊人的 有些人中风之后 很快就放弃了 但是其实如果你真的很肯 刻意去重新训练那个人的脑 很多很严重的中风都可以治疗 所以康不康复呢 其实要视乎大家 职不职的去处理 家人职不职的去帮病人 和病人自己肯不肯去做 当然是越早全面处理 康复的程度是越高的 是的 相信这个康复朋友清楚了 都建议你妈妈 可能尽快来 袁医生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去看看症状是如何 另外呢 起码其实袁医生的专业 和他的经验都相信可以帮到你妈妈的 我们的节目时间到这里 就差不多了 好了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么多 下一集再见 多谢 拜拜 拜拜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 同类疗法 和碗畅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 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网址3w.naturall.com.h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